满满的物资从距离花莲环保站最远的泰鲁阁国家公园回收而来 这两个星期以来每一趟回收车都载着满满的物资回到环保站 志工除了努力做分类也整理出堪用的物资 让他能继续发挥物名 大概增加两倍左右 如果可以营用我们就再营用 如果可以用维修的我们有专门在修电器的师兄 把它做维修 维修好的就可以再延续他的物名 只是回收的物资实在太多 堆的几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根本来不及处理 于是有志工自动来到环保站补位 并邀约亲友一起参与 用行动表达对环保志工的支持 更要用自己的双手爱护大地 虽然人数没有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 因为可以帮助师傅师傅 还有环保志工减轻一点点重量 多一双手就等于多一点力量 多一个小时其实也是多一份的努力 环保站里每一双手都不曾停歇 把握分秒 把物资化作点滴爱心 大爱新闻 王冯旗旗王国家花联报道 好